今天超爽的就一天可以开到两台不同的新飞度 我现在是在一台GS1上面 然后大家说的传统的飞度 眉升高那台飞度叫GR9 这两个大家要记住了 因为可能会跟未来一样 就考GK5是什么车 G1是什么车 GD是什么车 就一样道理的 这一台叫GR跟GS 这两台车昨天说明会上说得很清楚 到底区别在哪 这两台车车身高度差了三公分 然后剩下你看得到就是可能那些防插条高度不太一样 还有轮胎尺寸也不一样 再说这一台车其实它的定位会跟我们看得到传统常规的GR9 不同的是不说有个行李架什么的 因为他们两个的概念不一样 现在虽然没看得到配置表 但是这一台车看得到的配置要比那一台GR9要多 多在哪呢 GR9我们现在看得到的版本上都是没有屏幕的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中控收音机 然后液晶仪表呢 全系所有的飞度都是标配 这是一个信息 第二个就是呢 这台车他们觉得用户会更加关注功能性 不然的话你也不会买一台高了三公分的GS1 对吧 所以这个车呢会给你配有一套魔术座椅 魔术座椅才看得到三个图 然后是四六分割的啊 所以功能性上面会跟GR9还不一样啊 所以这是他们的想法啊 然后我也看过一个配置啊 就全系都是没有倒车雷达的啊 这个一定要记住 还有这个外观上面呢 GR9跟GSE他们插了一个雾灯 然后大家都有LED的大灯跟日行灯 但是配置不一样 他们那个大灯的光源也会不同 但我没有看到更低的配置啊 今天看得到两个就是Costar跟GR9 两个其实都是最高配 但是没有雷达 然后大家呢 都有Honda Sensing这东东啊 不过两台车的多功能方向盘会有差了 就是这些是细微配置上面的差别 好说说这台车开起来怎么样啊 这台车用的发动机呢 还是那个1.5升地球梦的啊 他们在双明会说了一大堆 这跟什么兵制有相关的 实际上这个发动机还是我们认识的 但是它会因应国六会做调整 再说CVT他们很强调这个CVT是有改变 因为以前我们开GK5的时候呢 特别是后期的车型 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动力不太跟脚啊 不太直接的那种动力的响应 这一次呢 其实开起来会发现无论是GSE还是GR9啊 两台车其实开着那个动力体验是一样的 就觉得油门是挺轻快的 你少了很多听到发动机那种哇轰转上去 但是车不走那种感觉 所以动力我认是有改善变好的 至于油耗 因为现在这个车还不是最重量产状态 我不知道这个油耗能缺到什么水准了 这个可能会跟GK5有差 因为动力体验是不太一样的 再说这一台车开起来的感觉 这种转向的手感呢 跟现在的GK不同了 这个转向手感呢是稍微有点提高了 你会觉得这个转向手感是有点想学雅阁 开起来顺了一点点 但你要说它开起来很有档次感跟雅阁差不多 我觉得没到那水准上 或许呢以后飞度出了很多动力 可能那个手感就会像零派那样子 会更加贴近雅阁吧 反正这个转向手感呢 我觉得比以前要高级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方向盘变了两幅以外呢 我们还看得到一个非常好手感的一个皮质的包裹 所以这个方向盘变我这也是喜欢的 然后看到这个仪表 那个感觉是有点像在开的一台混合动力车那感觉 因为这液晶仪表是标配的嘛 还在说这个驾驶视野是我非常喜欢的 因为整个车身的碰撞的一个结构发生改变了 我们看到前面其实还有一条A柱的 但是后A柱呢 其实才是这一台车主要承载碰撞力分散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才是成立的 然后前面那一个呢 其实最大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就是承载那块玻璃 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一个曲面的玻璃 所以他就承载那块玻璃才减生了那个造型 其实开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有点像几款车了 就第一个会 大家第一感觉就会觉得他很像毕加索 对就那种大屏的感觉 全通透的感觉非常好 而且A柱盲距真的小了很多 第二个我觉得是有点像斯巴鲁 因为斯巴鲁现在都在坐着这种广视野的车型 所以我感觉挺喜欢的 这个我觉得你一开就会很难忘 而且除了这个A柱以外 你会发现整个仪表台呢 基本上就是跟你整个驾驶视线是纯平的 就不会说仪表台会比玻璃那里再矮了一截 看到发动机看比较 这个看起来那个视野就会特别宽广 你好像坐在一个书桌上面开车 那感觉你明白吗 就非常通透的 而且那书桌是靠着你家里那个窗的那种效果 虽然说呢 这一台车它有中控的车机 有一套屏幕在着 但这上面是没有办法提供倒车影像的 而且它的功能呢 其实可能更多会变成了图像化 我只看到了有百度的color 在海外上面看得到的那个carplay呢 不好意思这台车是没有了哈 就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这东西 反正现在试得到车就没有 然后GR9呢 根本连屏幕都没有 这是两台车中控上面的差别 然后至于空调呢 其实都一样 就是一个手动空调 不过它变成旋钮 然后后面的那个显示变成液晶化以后呢 确实这东西看起来的档次感就会更高一些 所以我这也还是挺喜欢的 中间过道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了 这车肯定是没有电子手刹的 是机械手刹 旁边能放一些东西什么 但中间那个储物空间我觉得还ok了 我觉得有很多人会买回去以后 就要加一个那个中间的手枕 因为这后面有两个大的杯架 其中有一个是可以利用得上的 还说真正有意思地方 因为我们说到飞度的话呢 大家最有印象就是 它在两侧的空调出风口都会有一个杯座 这一代车型同样是有的 你可以把东西摆在哪 因为夏天真的是会缺的凉了 所以能喝啊 清正是ok的 这副驾驶这一块呢 多了一个储物格 然后下面呢也是双开的 所以副驾驶手套箱是有两个储物格的存在 当然那个储物空间我觉得一般般 但起码它是花了心思 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开的亚历寺那年代 你会发现很多那些奇形怪众的小储物格都摆在哪 你感觉是挺好的 就证明了你有心在做这一台车 这台车同样会让你有这种感觉 是有点像是以前我们开G1时候的那种效果吧 然后门版我觉得没什么好说了 这一次其实他们的车内饰呢 会跟着你车内的搭配 有一些不同颜色的饰板搭在车厢里面 起码看起来不是一坨黑 或者说一定要高配才有银色 其实你就算是普通配置的车型啊 你也能看得到有这一些颜色的搭配啊 这感觉挺好 起码色产丰富了啊 然后座椅的话呢前排就是我感觉了他这个骨架他们说是有改变了 但是那个发泡的面料我觉得坐长一点时间 要比原本我们坐着同样是织布版的那个GK5的话会舒服一点点 这前排的感受我觉得体验是OK的 无论是哪个版本的座椅 他们后排的那个原本臀点的位置呢 他们会做了一个真厚的处理 然后现在呢好像是多了24毫米在那 就臀部支撑的那位置 而且整个后排坐垫的那个硬度呢也下降了 就原则上来说坐的会更加舒服啊 然后他的有摩斯座椅的版本呢 他两边的那个升降的角链呢也会往外扩 给你提供一个更宽的乘坐空间 这是对后排的一个优化 其实坐上去的话呢 我感觉了是比GK5要稍微舒服一点点了 然后你能坐的那个空间那种舒适度的体验会好 但是跟前排来比的话呢 确实前排会舒服很多 所以两个会有差 但是比以前要好了 然后这一台车还有一些改善的地方 比方说它的整个隔音的材料 因为你要知道 飞度无论是GR9还是GSE 它都是没有ANC的 就没有那么容易能 克服掉它原本行驶产生的噪音 但现在这一代的车型呢 你会发现它整个底盘传来的路灶啊 车轮滚动的声音啊 包括外面产生的风障 特别是这个后世间啊在GK5上面我听得到 其实只要遇到大风 它就很明显 但这一代车型会稍微好一点了 整个车厢的密封性是OK的 就发动机的声音 防火墙这一块 他们也做了优化 所以你坐在前排很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呢 这一台车发动机声音比GK5要小 技术真的比GK5要小 这好像是整台车装了ANC的那种感觉 所以整台车开起来单自身是安静的 但你要说环境隔音的话呢 我可以说这车环境隔音 跟原本GK5差不多 要该吵的地方还是吵 所以隔音没有什么大改善 但是车身自身的那种环境的声音呢 是有改进的 而且你前后排沟通的那感觉会做的更好 而且那种就以前GK5不知道 这有没有察觉到就有一些低频的声音 它是做了一个针对性的降噪 在这台车上面 所以你开的时候觉得开长谷 那种疲惫感会降弱一点点 这是声音上面的一个差别 所以底盘这一块呢 这台车虽然说架构是引用至GK5那个 但是官方说的很清楚 我这台车其实做了很多支点上面的一个优化 后面那个避震的塔顶座那个位置呢 他们也做了整个形状的一个改善了 就让你觉得这个车在走一些很大坑洼的时候呢 这整台车会更稳定 说白了就是更舒服 你原本可能会觉得GK5走烂路的时候 哇很跳好硬啊超本田了 那这个车虽然还是硬啊 技术还是硬的 但是你起码觉得走烂路的时候车是有质感的 所以整台车的行驶品就是有改善 至于GS1跟GK9车身高度那个差别 我那天就专到车里下面去看 我发现他们两台车的避震筒心啊 是一样的筒心是一样的 记住 但是它的弹簧是不一样 所以两台车呢会因为这样一个设定 在行驶动态上面会有差别 大家应该知道飞度会有轮达sensing这个 GS1 GR9我都看到有这种东西啊 他们说这个轮达sensing最好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个镜头 现在做到广角了 而做到广角以后呢 我能侦测到路边的行人啊 骑车啊 包括路边的那个边缘啊 就不一定说是我要用一个标项 我要用边缘那个路牙什么都能识别出来 所以整个识别率呢是有提高的 而且我刚也试了一下在高速上面用啊 其实这个车道辅助那感觉呢 其实还挺稳的 就不是撞线的那种 就基本上能保持在车道里面的感觉 所以这个体验感受OK 但我觉得啦 就跟以前可能我们买G1时候的一样啊 就可能全景天窗有啊 自动风调都有很多很奢华的配置都有 但是到主力要销售的时候 可能就不是这个区间 但这个东西他们已经提供了 算是有个诚意在这 那最后想提醒大家啊 因为我录的这一段视频呢 是在飞度还没有上市的时候提前录制了 然后这个车到底是最顶配呢 还是配置会有调整呢 或者说最终量产的版本 会不会跟这今天试的两款车都有差呢 不知道 所以最后我们还得等着这台车上市出了价格配置 再把其他的两款车Polo啊 自炫都拿过来去对比 我来看一下大家对这三款车会是什么感觉 或者说这三款车你根本就不用试 你就觉得啊我买飞度没有错呢 毕竟我自己个人的意见啊 就觉得自炫的Close跟飞度的Close 飞度好像太多了 我不要你同步动力了 或许以后去到那个飞度出了混合动力的话呢 你别吹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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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